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主要跟老师介绍就是这个OneNote的影音教材的部分 那我想老师您在就是之前的疫情期间或平常的教学现场 您难免都会有机会用到影音教材 对不对 那如果教材的数量不多 那么大概就是老师您记得我就多到哪边 可能要停或者是到哪个地方要问个问题 您大概会记得 可是当你的教材越来越多之后 可能这个对老师就是一个困扰 好我要什么地方要记得停 那那些题目要记下 所以相对比较麻烦 那这个我在疫情期间 其实我有在线上分享了这个OneNote的影音教材的一个使用 因为呢OneNote是一个线上的数位学习平台 我不知道有没有老师有用过 都没有用过 因为一般在国中小他们比较常会用的就是像学习吧之类的比较多 可是在高中职这一块的资源相对就比较少 尤其高职这部分 因为大家就是专业科目又越来越多嘛 所以可能共同的这些资源就不像国中小那么丰富 那在OneNote这边呢 他这个部分就很方便 那您可以进到简报的第二页 简报第二页里面呢 我有分享就是在整理一个平台 您可以打开看一下 这个平台我上面其实都是我自己写的文章 那上面不只是只有OneNote的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内容 但是我针对OneNote的部分 我有整理一个区块 那么老师如果您有兴趣 想要比较完整的了解OneNote这边的应用 您也可以到这边来 那我有把我在 比如说像东吴大学 然后像这个线上课程的连结 有放在里面 那我也针对就是独立的 就像您现在看到的这样 您要怎么做注册的 学生怎么学习 老师怎么备课 您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我都有录这些教训影片 那您就会比较方便去了解 当然也可以做班级经营 但是我们今天比较着重在 就是老师影音教材的使用 互动的部分我就先暂时 可能看时间够不够 如果够我们就假 如果没有 至少老师在影音的部分 您可以像这样去使用会比较方便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就是老师在整理这个 使用影音教材的时候 有几个痛点 我们可以看看老师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您如果在整理这些教材 有些老师可能是用 整理在你自己准备的一个教权文件里面 就好像我的最爱一样 那我就把它贴进去 那你可能第一个 你要复制影片的标题 第二个你是把它复制影片的网址 真正影片的说明顺便附进去 那有些老师呢为了更清楚 你记得这是哪一段影片 还会把它说除 哈哈哈哈 抓一下 那还有你要记录一下 因为老师在用这个影片的时候 因为现在影片资料太多 可是我们要给同学看的 不见得一定都是从猴开始 我可能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但是又不从猴开始的时候 那你就很麻烦 我还得去记一下 这一段我记得要从哪边开始看 那如果你没有记上课就只好边看边找 又容易不小心忘掉 然后再来当然就像我刚讲的 你可能还要把要问同学 问比要稍微记录一下 那第二个 如果您是习惯整理在我的最爱里面的 那Firebox称作书签嘛 最后因为你的爱的太多了 所以常常还是Google一下比较快 有感觉到很多时候 有些网站可能甚至不在了 对不对 可是你还是留在里面 那再来 有些老师甚至想说 那我就干脆把他影片下载到电脑 这是一个方式 但是第一个下载的时间要比较久 要看你影片长短 第二个 上课的时候忘记带去 因为你要下载自己的电脑 所以你就要记得带走 那再来就是你放在档案总管里面这样找 有时候档名比较长 其实你要找也很难找 所以这个部分是 我觉得老师平常在用的时候 这种明音教材就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OneNote能不能帮我们解决这些 当然它有它的优点 也有一部分的限制 那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 老师不需要花钱 您直接用它的免费账号就可以使用 其实网路上最近就是疫情期间 我相信大家都很认真上网找资源 口号求救一下 看看大家的这些分享 那没有错 网路上有一部分的这些线上工具 他们也有提供类似的这个服务 但是大部分都会有什么 比如说数量的限制 或是比较多的功能限制 那你可能必须要升级到付费的账号之后才有 这样的功能 那么在OneNote里面你可以有20个私密的课程 跟无限的公开课程 所以这个对老师整理之后来讲 应该第一个 20个应该还蛮够老师用的 第二个就是说 每一个私密课程里面 你可以增加的教材 是无限 也就是看你怎么自己整理而已 因为其实它只是一个连结 对他们来讲这个负担并不重 好 那再来就是 你在新增YouTube影片的时候 你只要一个网址就 他就自动帮你把影片的标图 影片的缩图 甚至影片里面的那些说明内容 通通都抓过来 就这么简单 对 甚至老师如果你是播放清单 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是您自己整理的播放清单 可能是别人整理的播放清单 那里面也许就有10部20部影片 那你怎么做 就给他播放清单的网址 他就一次加进来 或者是你直接选择 你要指定哪些影片一起加进来 这样就会快很多 那当然他还有就是我们Google Chrome的 破充工具 或是我有看到苹果光码 老师也有Sufferry的 那个破充工具可以使用 那您就可以在一边看影片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可以加到我的吊台 我就顺便加进来 这样使用上就更方便 你连打开OneNote的机会都没有 就直接加进去 这个是他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 再来就是你的影片加入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指定他观看的这个时间点 我要请他从哪里看到哪里 你可以自己拖曳或自己决定 第二个 我们可以影片出庭 所以你的题目就直接 在影片播到那个时间点 就会跳出来 您也不用再去激励 什么时间该题 那当然这个也可以给同学看 所以如果你不做互动教学 我们在做一般现场教学的时候 或线上教学 老师还是可以怎么样 反正我播的 你也不用担心 时间到了他就自己停下 哈哈 就会问问题了 OK 所以没有那个超过 啊糟糕 刚刚忘记问问题的答案已经出来了 哈哈哈哈 这样的情形 那当然目前在OneNote里面 他这些刚刚提到的影片出题 他的测验结果目前是没有保留下来 所以主要就是老师实验现场用 那再来就是 付费的版本才会有完整影片浏览的统计 这个是比较属于班级经营的部分 也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 如果您要做班级经营 那我要同学回去 你先预习哪些影片 先看 那老师应该上课知道 上课问同学有没有看 不是鸦雀无声 就说我有 但是你怎么知道他看到哪 哈哈哈哈 上面会有比较详细记录的 那这个属于付费版本 付费版本他会有 那如果是一般的免费账号 老师的就是只能看到他 这个教材阅读的时间这样子 好 所以老师这样大概了解的 OneNote可以帮老师在影音教材这个部分 能够做到的这些 就是解决的方案 那我们现在呢 就麻烦老师您先来注册一个 就是OneNote的帐号 他的网址 应该在简报的第六页 我帮老师做一个连结 有没有 简报的第六页 您可以选择用Google的 用Facebook 这些社群帐号 授权 这样是比较快 那如果您要用email注册也可以 好那email注册的话呢 就是您要去搜一下认证器 所以看您觉得哪一个 您觉得比较方便的 您可以直接用email方式先注册